9月19日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周扬青如期与新男嘉宾约会了 这位男生曾参加过创造营 名叫陈瑞峰 双方相识之后 两人就约到一起吃饭 期间陈瑞峰也聊到了周扬青之前的感情问题 周扬青非常坦诚透露 两人相识一个月就在一起了 时间上太过仓促 到后来发现双方根本就不太合适 周扬青还表示 上这个节目对罗浩的压力太大 再加上两人还要在节目中恋爱 所以罗浩表示有些接受不了 两人便结束了恋爱 随后周扬青也在节目中为自己辩解 大家可能会看到他比较随便 因为刚和刘浩分手 马上又与新男嘉宾约会 不过这期间还是有过一个多月 对于观众而言 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并表示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网友表示像是无缝衔接 真的挺没意思的快拉倒吧 还有网友表示感觉谈恋爱像玩似的 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 还是希望大家理性直瓜 也期待周扬青与陈瑞峰有更好的未来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 对此你怎么看呢